芒果电视台一直以来都是电视台的大佬 不过其实这些年随着很多电视台的崛起 芒果的地位也在摇摇欲坠了 不过芒果却一直在摆老大哥的谱 甚至现在都开始无视明星 前两天芒果的官博在网络上更新了一条微博 不过没有想到这个微博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 甚至这条微博还引来了张亮颖的工作室亲自下场首撕官博 一般都是粉丝维护自己家的艺人 如今工作室都亲自下场了事情就变得有些严重了 事情的起因是官博在宣传航天晚会的嘉宾 其中照片里面共有我五个嘉宾 然后张杰就占据了C位 当时张亮颖站在了最旁边的一个 不过这也没什么 最主要的是这条文字微博对于张亮颖这个名字之字未提 甚至有一些刚出道的男团女团都被点名到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张亮颖她的工作室就直接回应 刚官博说图片里面多了一个张亮颖 希望官博能够删掉 随后官博发现了这个错误 随后也直接删掉了微博并且向几位表达了歉意 不过这一次却没有向华晨宇道歉 官博究竟是闹哪样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一次华晨宇的工作室也看不下去了 就直接站了出来对芒果 芒果这两天居然连续的出现了这样所谓的失误 这不应该是一个正规电视台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也有网友猜测 也许是芒果联合起来艺人一起自导自演的这出戏 不过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太高 毕竟现在的艺人都很注重自己在粉丝心中的形象 应该不会为了宣传节目做出这种事情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